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陈耀祥讲出这种话就可以看出他来比到什么程度 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鲁明哲质询时表示 这几年NCC强烈的政治操弄干预媒体 陈耀祥担任主管 中天撤照是代表作之一 鲁明哲话还没说完呢 陈耀祥便插话更正 不识不语换照啦 这两个概念不同 鲁笑着放出影片说 好 当年中天不语换照记者会上 记者询问七位听证坚定人有不少人是绿营的背景 你最满问 可以证明是民进党的人吗 你不知道什么是绿营的背景 但是有种要叫时间 可以证明很多事 后续 廖福特担任民进党中央党部仲裁委员 沈柏阳 林远行平铺轻云成为民进党的不分区民意代表 你依然认为他们没有绿营背景吗 陈耀祥仍然坚持回应说 是啊 让鲁明哲忍不住痛批 你好像小白兔一样 已经这么明显了 却还可以眼睛瞪得直直的鬼扯 国民党集民意代表洪梦凯 质询NCC主管陈耀祥时候说 最近有一个很红的台湾影片叫做周处除三汗 他要求陈耀祥中处除三汗 因为过去陈耀祥担任NCC主管的任内呢 确实让台湾民众对NCC很不信任 第一汗把过去NCC侵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这个汗给解决 第二汗用一样的标准去解释所有的新闻台 第三汗应该好好地跟岛内民众说清楚 到底过去是谁受益 谁指使要关掉中天新闻台 洪梦凯解释呢 周处除三汗跪在周处最后良心发现 人情自己是罪回破手 人情自己是伤害台湾新闻自由的人 如果没有这个字之 陈耀祥信任之后 不是事情的结束 还有可能会再跑法院 洪梦凯强调呢 这是给陈耀祥的忠告 周处除三汗请好好地记住在心里 结果呢 陈耀祥在下背询台时候 竟然还碎碎念 我们就不是周处 怎么会有除三汗的问题呢 小红书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醒醒醒